这个是简约的款式 简约的T-cut 它的cutting是宽松的 没有特别的细节位 旁边有个开叉 Focus位你会看到很bling bling闪石的 bling bling效果的 是一个平均分布的bling bling闪石 你会看到真的挺闪闪的 漂亮的闪石 不混组的 不混组的效果 这里就多一点的 其实旁边这里也多一点的 是一些不混组的bling bling效果的闪石 真的挺闪闪的 别说笑 你会看到它是一个花系的图案 蓝色的主调为主的 我现在这个都是相同的造工 大家的用色是相同的 大家的用色是相同的 可能因为底色有少少分别 所以好像大家的蓝色深浅色 有不同的观感 我觉得这个蓝色深一点的 但其实应该是一样的 可能只是底色的分别 令到有观感上的不同 但其实实际的情况是一样的相同的 这个是薄身的霜面料来的 夏天的质地 再薄一点的一个物料 这个不太肉的 宽松的版型 少少得薄 是简单的T Cut 它已经做了一个很丰富的BlingBling效果 除了BlingBling效果之外 它也有一些猪猪去做一些立体感 这个是印上去的 这个是印上去的 这个就有少少厚度 这个真的是猪仔的一个层次 它混合来做的 混合来配搭 所以Cut就比较简约 这个款式就丰富 我穿的是淡黄色 淡黄色 这个是淡黄色 淡黄色 戴一点灰 整个版型都是宽松为主的 整个版型都是宽松为主的 我现在就搭了这个淡黄色西裤 我待会打算搭这个牛仔裤 所以就吃了纸 搭配同一样的鞋款 让大家对比一下 一个casual的style 跟不同的下身不同的氛围 对比一下 跟不同的下身不同的影响 有什么厚度 我们遇到这些 对比一下 可以 有什么厚度 像是一样的 这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 有什么厚度 好 好 搞定 这个就稳定一点 这个长度大家会喜欢一点 我觉得牛仔呢 我觉得牛仔都是大家心里面所想的 所需的 所钟情的款式 我也是 舒服一点的裤裤款 做回相同的鞋 我方便衬了相同的浮夸板波鞋 这边摺了一下 这边摺了两下 正常的手袖状态就是这样的 刚刚去到手肘位置 布料都不太弱 很舒服 其实这个款式是简约的 cutting是简约的 但你会看到它的闪闪 和它的细节都比较注重在细节位 布料都是漂亮的质地 不会选一些不太好的 这些薄薄的双面料 有弹性,不透,不太弱 透气度很好 非常之舒服的一个款式 简约风为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